林志玲选择的婚礼场地是台南第一美术馆 是受保护的古迹 林志玲婚礼遭到不少网友的强烈抵制 自从林志玲在上半年公开宣布婚训以来 她与新婚老公就成了大家热议的对象 而她因为老公是日本人也备受吐槽 口碑和人气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 11月13日网上曝光了一组林志玲机场镜照 照片中林志玲独自一人现身机场 精神状态很不错 面对镜头开心又自信 林志玲皮肤保养得十分好 肤白貌美得如同二十多岁的小姑娘般甜美可爱 不过最抢眼的还是林志玲的身材了吧 照片中的她身穿一件低胸身穿米色针织裙 搭配同色系针织外套 脚踩小白鞋 头戴粉色棒球帽 少女感十足 可以看到好身材若隐若现 大秀事业线 弯腰扶手之间险些走光 然而当她看到镜头一直对着自己抓拍时 林志玲本人反应很真实 做出了一个尴尬耸奸 演技嘟嘴卖萌的表情 稍显尴尬不好意思 不过她本人似乎心情十分不错 露出尴尬又可爱的微笑 据悉林志玲与老公黑泽良平即将在台湾举办婚礼 在日前网上曝光了其两人疑似婚纱 反而是简单的穿上了白衬衫和牛仔裤 在篝火旁拍起了照片 按照拍摄的动作POSE设计 其中有一个场景是黑泽良平要把腿搭在林志玲身上 两人申情对视 然而就在此时 林志玲发现黑泽的衬衫扣子开了 第一反应就是伸手帮她把衬衫的扣子给系上了 直接忘记了正在拍摄的事情 这样自然而又真实的反应 令人羡慕不已 两人的婚礼日期 地址以及嘉宾名单 也终于在11月13日也被正式公开 不仅是婚礼场所受到关注 林志玲婚礼的宴请嘉宾 也成为网友所讨论的对象 从相关媒体曝光的邀请嘉宾名单上来看 蔡康永 小S徐希蒂等明星也纷纷在列 不过在消息曝光之后 由于她所选的婚礼场地 是台南第一美术馆市受保护的古迹 林志玲婚礼遭到不少台湾人士的强烈抵制 其中还有当地女议员第一时间站出来反对 表示赞成办婚礼 但坚决反对其在该美术馆举办婚宴 据悉 台南第一美术馆有百年历史 加上从没有举办过婚礼的活动 而且涉及到文物保护 因此遭到不少台湾网友的抵制 据最新消息有超过三成的当地民众反对 林志玲在这间美术馆举办婚礼 原因都是担心破坏了这间馆子的文物和声誉 一向很注重声誉和口碑的林志玲会不会因此更改婚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